您看咱们这个老楼安装电梯 您听说出了不少力 我是出了不少力 我18年的时候 我这腰摔了 腰摔了两截骨折 压缩性骨折两截 当时主院 让我花了7万块钱做手术 我没做 我没做我在家里躺着 我都担心我瘫痪站不起来 够严重的 够严重的 后来我想我在六楼住 我在六楼住 我就是不骨折 我下去都 我这200斤都很艰难 对不对 我这腰一这样 我更艰难了 所以我这正上 我还起来来起来 我正着急的情况下 我看电视上 演的北京市 给老旧楼改造 安装电梯 老楼架装电梯 我一看 我看到希望了 我说我们这有希望安电梯 是吧 我说以后将来我也有希望了 是吧 就是我站不起来 我也可以坐电梯下楼了 对 我就这么想 后来我就看电视里头 人家是怎么着怎么着的 看完以后呢 我说我找谁呢 那这个是不是我就给军委会打了一个电话 是吧 军委会跟我说 您自己先找 您那楼80%用户住户同意了 然后剩下那20%我们去做工作去 然后咱们就可以安装了 80%用户同意之后就可以安装了 好来呢 我一这样 我说那行 我说那奴法力呗 都接了街坊的 是吧 您说三楼以上的 是吧 那有的我一想我这样 是吧 那人有的三楼以上的 那个有的那个从小就残疾的 现在小时候能抱着 现在都50多岁了 故意难冒 一直抱着的 是吧 现在50多岁了 下不了楼 是吧 这还是在 这可能是三楼 然后您还有 那老头三年了 人没下楼 没下过楼 也见不着阳光 也下不了楼 他也 他这下不来 没有电梯 对吧 还有人家带小孩的 是吧 还有那个 腿脚摔了 不方便的 对 然后还有那个 那个高层的老人们 嗯 那个 七八十岁的 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的 嗯 他们有多期待 这个 他们下楼 上楼下楼 那么费劲 再买点东西 还有多费劲 你知道吗 后来呢 他们就 最大的希望 就是按照点梯 当时 那个 我呢 看见这以后呢 百声八声同意 我就开始 扶持点梯 一步一步的走 下楼 从一八年春节 我们就开始找 是吧 后来我就 我自己先找的 我从一旦员一旦挨堆的 后来剩下的那了 我找不了了 没在家了 猴子不熟悉的 人家不过天的 对 我再找我们这几个楼门长 他们的配合 我们就一家一家找 这样呢 我们达到了90%都签字了 你知道吧 签字就剩10%了 后来我们又找到局委会 局委会 后来呢 还让我们再继续找 我们又努力 有的租房的 他签不着 有的是换那个房主了 有的房卖了 哎呦 我们可东奔西忙的着急了 后来呢 说的有的租房呢 说这租房谁 我们都找 让他们就签字 跟他们说 咱们的安装点滴的这情况 让他们签字 结果还真不错 好多都那个 同情大理都签字了 对 是吧 为这个呢 我还建了一个和谐林里群 是吧 这样呢 我们整个这一楼 组织了一个群 我跟他们说了 在群里也说了 我们这个楼 就是一家人 不管谁家有什么困难 都要互相帮助的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所以安装电梯 是我们全楼 那高层老人 有需求的 是吧 不方便的人 咱们大家都能 那个享受得到 对 是吧 所以呢 咱们也要享受 为咱们带来的这种福利 对 咱们也要享受 所以咱们大家呢 要共同努力 共同努力 然后咱们把这个安装电梯 配合上边 咱们大家齐心努力 就把这个解决了 这么着 所以现在呢 那个军委会呢 给我们的答复就是 那个综合整治 将来我们的车位呀 也要给我们改造 我们这个院里 要整体改造 给我们停车位的问题 要解决 给我们这个院的环境 要给我们重新整治 我们现在 我们的军委会特别好 现在正在为我们 那个努力的申请 努力的解决呢 所以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我们不久的将来 我估计在一年两年之内 我们保证能用成电梯 我估计在一年之内